中斷的道路 就队一行六七人 挺进山区救援翻山越岭 奔走在树林间 但还没有到达民众受困地点 却遇上大崩壁 行走在悬崖边险下还生 眼看山坡承受不住 救援人力的重量 担心土石滑落救援队先行撤退 改申请直升机吊挂 有一个女儿她父母在里面 连续不上担心 所以就拨打电话给英明重新 连续遇到比较大的封闭 没有办法到达 后来就申请直升机 用吊挂的方式 这样撤退她的父母 请把她吊挂出来 南投消防队表示 抵达荷欢仙禁民宿 除了禁营民宿的夫妻党 另外七名工人则表示 不需要后撤 因此没有一并吊挂救援 另外庐山马赫坡地区的救援 也是一搏三折 新北快搜部队 南投台中的搜救队 依序带着受困庐山的居民 利用绳索横渡塔罗安西 另外庐山部落的怪手司机 杨先生跟撤离的居民 反其道而行 要进到庐山马赫坡抢救道路 太太在一旁紧盯着先生 眼神藏不住的忧心 老公这样过去了会不会担心 会啊 因为庐山温泉 早在4号当天就惨遭土石流掩埋 至今还没有重建 而在越过塔罗安西 更深山的地区 马赫坡连外道路全中断 担心受困居民 杨先生挺进灾区抢修 力气要几天吗 外面的游泳 让他身体不住 目前马赫坡当地 还有51位居民没有撤离 另外部分从仁爱撤下的居民 搭乘军用卡车下山 南投山区救援 持续进行中 相信我们不过去杨静 夏云珍南投采访报道